肝病知识百科,肝硬化病人如何保养? 肝硬化病有的保养之道,不在于吃一大堆的什么,保肝,强肝,之类的东西,而在于严守以下原则。 一,不乱服用药物,这点非常重要,但很多病人做不到,有不少病人实在无法接受,有病不必吃药,的观念,医师苦口婆心地告诉他,初期的肝硬化追踪检查即可。 他却道听途说,私自服用草药偏方,或听信不实的广告吃一些号称能,保肝,强肝,活化肝机能,的药剂。 结果这些疗效未经证实的药物不但没把肝硬化治好,反而加重肝脏的负担,病情加速恶化,有些人因而弄得肝衰竭才后悔莫及。 二,禁酒,戒烟,喝酒会使肝硬化病情加速恶化,所以务必要做到低酒不沾。 三,生活规律,不熬夜,四,天然的食物,均衡的营养,多吃天然食物,避免含有防腐剂,人工色素及人工香料的食物或腌制食品。 发霉的东西含有黄蛆毒素,容易导致肝癌,尤其要避免,肝硬化初期病人可以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。 但仍要注意营养的均衡,有肝昏迷现象时就应该控制蛋白质的摄取。 五,天天便便,分别外积存在肠子里容易产生肝气,所以肝硬化的人一定要保持每天排便的习惯,以避免有毒物质一旦跑到大脑,引起肝昏迷。 此外,有些肝硬化的人容易有痔疮,每天到厕所,呃呃,也可以避免痔疮。 此外,便便后要记得观察一下,如果没有吃深色食物却颜色变黑,如沥青一般,就可能是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,要赶快就医检查。